注射相关性总流的意义大概意思是说 施打这个所谓疫苗之后 可能在数个月或者是数年之间 可能会在注射部位产生纤维肉流的发生几率 目前的报告大概是三千分之一到一万分之一 所以说在施打的时候 我们必须跟受益师讨论施打的疫苗种类 那除此之外就是说 我们避免这个发生的方式的话 建议不要施打在肩胛这个背部这个地方 这边比较容易会诱发肿瘤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施打的时候 不要采取肌肉注射 都是全部是皮下注射 第三个就是说我们施打的位置会建议几个地方 第一个是尾巴的末端 第二个是这个后肢的小腿处这个地方 第三个就是说可能会施打在所谓的腹部 这个地方会比较好 那同时就是说我们在施打的疫苗的种类 我们会尽量避免可能有含佐剂的白血病疫苗 以及就是狂血病疫苗 我们施打的所谓是三合一的疫苗为主 那最后就是说我们尽量减少施打的次数 比如说我们尽量选择用减毒弱毒疫苗的核心疫苗 那施打方式可能就是不需要像非核心疫苗 它可能需要每一年施打一次 也许在成年之后我们可以在每三年再施打一次就可以 这样其实都可以降低注射部位肿瘤的发生机率 爱宝 宠物保健专家 关心您家毛宝贝的健康 关心您家毛宝贝的健康